游击司令刘震东 率领着手下的队员们共同打起来的 面对日军的进攻 刘震东不停地激励战士们 绝对不允许侵略者踏入这座城市半步 虽然可以远方日军的火炮已经准备好对这里进行轰炸 但是战士们并没有畏惧 局限是日军经过临沿的必经之路 如果他们想要继续进攻 攻下台而装 那就必须拿下这里 因此这支日军部队必须要攻下局限 他们在战斗刚开始就开始不断对城中的阵地进行了轰炸 虽然战士们都已经躲在了事先准备好的战壕中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因为炮弹被炸死 战士们看到自己的战友被炸的血肉模糊 心中忍受着痛苦和恐惧 终于等到了日军的轰炸结束 不过将要面临的是更恐怖的 日军向守军发起了进攻 游击队员们的装备和日军的差距太大 哪里是日军的对手 几乎没有机枪的守军 根本无法阻挡冲锋的日军 当日军冲上阵地之后 战士们只能拿出手中的大刀和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日军的单兵素质是很强的 所以很多战士都不是日军的对手 往往好几名战士才能换掉一个鬼子 有些战士发现打不过鬼子 不过却要拉上周围的鬼子做垫背 所以有人拉响了手榴弹 在双方不停的战斗中 日军始终没能够战胜守军 甚至被迫命令日军开始撤退 刘震东立即抓住机会 开始清点活着的战士 还有剩下多少弹药 最终队伍中仅仅剩下了一百多人 根本不可能阻挡日军的下一次进攻 刘震东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阵地 而是告诉了和身后的战士们说 如果想要活命 去找三十六师和他们一起撤退 如果想要继续跟我杀鬼子的 就留下来 当日军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 再次对手军阵地进行了疯狂的轰炸 但是战士们并没有撤退 最终只有八名战士 在这场轰炸中活下来 但是这也只是暂时的 因为远处的日军已经将要攻过来 刘震东拿起了身旁的冲锋号 再次吹响了他 剩下的八人一同冲向了远处的日军 但是在日军的射击下 所有战士壮烈牺牲 日军攻入城中 耶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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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